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旅游或者探险 因为人多不仅能保证安全 还可以互相照顾 每个旅游都有自己喜爱的旅行地 因此也逐渐划分出种类 其中最受网友欢迎的居然是色旅 这是为何呢 我们看看都有哪些种类的旅游 第一种叫做史前旅 它们是旅游中的先驱 大部分年龄在50岁以上 它们是所有旅游的领头羊 是年轻旅游敬佩的第一批开拓者 第二种叫做引路旅 这类旅游非常活跃 它们自己不断寻找开拓 将美景带给大家 它们的足迹几乎遍布了我国的每一寸土地 今日我国旅游业的繁荣也有它们的功劳 使它们引导游客走向美丽的风景 第三种是头驴 它们跟随引路旅 将当地的风景美食以及风俗等全都探索一遍 并将这些带入大众的视线内 以促进当地旅游的多元化 这类旅游有很好的组织能力 并且能号召到很多伙伴一起探索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旅游的含义 第四种就是色驴了 它们是一群摄影爱好者 它们将美当作信仰 会拍摄很多美丽的风景和建筑 我们在杂志或者网络上看到的景区照片大多是出自于这类旅游之手 因此它们也是最受欢迎的一类旅游了 小伙伴们喜欢哪种旅游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和小凯爱们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留下评论 或者是进行转发以及关注哦